据观察者网报道称 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俄罗斯前总统 现任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 梅德维杰夫在社交媒体频频发声 他此前曾警告称 乌克兰受西方直接控制 最终可能从地图上消失 27日 梅德维杰夫又称 乌克兰未来的命运 更有可能是沦为基辅机器周边地区 而非重新吞并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地区 为说明自己的观点 他还贴出了两张地图 一张是2014年乌克兰危机发生前的 该国边境图 而在另一张地图中 乌克兰则被简化为了基辅 及其周边地区这一小块地区 在被精神药物影响的乌克兰总统脑中 这就是其国家拥有光明未来的地图 27日 梅德维杰夫在其社交媒体平台 Telegram罩上这样写道 据今日俄罗斯当地时间7月27日报道 在他贴出的第一张地图中 显示的是2014年 美国支持武装分子发动政变之前的乌克兰边境 当时包括了克里米亚地区 以及乌东顿巴斯的顿涅茨克和鲁干斯克两个地区 不过 就在这一政变发生后不久 克里米亚经全民公投重新归入俄罗斯 顿涅茨克和鲁干斯克这两个地区则宣布独立 实际上西方分析人士认为是这样的 紧接着 梅德维杰夫贴出了第二张地图 在他贴出的第二张地图中 图中的乌克兰被简化为了 只有基辅及其周边地区 而且西部的7个地区被布兰吞并 西南部的3个地区被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吞并 其他地区则都标为了俄罗斯 RT指出 梅德维杰夫并未具体说明 哪位西方专家可能设想过 如同第二张地图那样的分治局面 而乌克兰政府在俄乌冲突期间 坚称其目标是让俄罗斯投降 并让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地区 重新回归其领土 当地时间7月17日 梅德维杰夫公开警告称 乌克兰或北约国家拒绝承认 俄罗斯对克里米亚拥有主权的行为 对俄方构成系统性威胁 若有人胆敢进攻该地区 将立即面临审判日 针对当前俄乌局时 梅德维杰夫还曾多次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回应 7月21日 他就发文嘲讽西方领导人 通过指责俄罗斯来掩盖自己的错误 并编制了西方国家的十一宗罪 其中包括欧美国家通胀与创新高 被美国忽悠的欧洲傻瓜们 承受着对俄制裁的后果 欧洲民众将在今年冬季遭受严寒 而在这十一宗罪中 其中有两项则写道 乌克兰在2014年政变后失去了国家独立 自此受到西方阵营的直接控制 并盲目地相信北约会确保其安全 事实是 由于正在发生的一切 乌克兰可能会失去参与的国家主权 甚至从世界地图上消失 中文字幕再买